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三十集 秦贤已断 花树已残 一身霓裳的长公主殿下 此时正正正地站在太平别院的湖畔 看着手中刚刚收到的情报 发着呆 而根本没有理会坐在自己脚下不远处的范贤 从定计之初 他便已经将自己的势力逐渐从信阳搬往京都 这个过程花了两年时间 包括已死的皇毅 苟活着的袁洪道 都从信阳的离宫来到了京都 然而两年前的雨夜过后 皇帝和陈平平这两个人只用了半个时辰 便将长公主的势力扫荡得一干二净 如今的长公主在谋判仪式中 基本上隐于幕后 制定着大局 说服天下的强者出手 一方面是因为他擅长这样的角色 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他不得不选择这个角色 他控制着太子和二皇子 便等若是控制着叶家和秦家 翘首一捏 格外自如 但他自身的情报系统 却已经收到了极为致命的打击 两三年的时间内 根本无法恢复过来 所以当他收到信阳方面的加紧密报时 也不禁皱了皱眉头 感到了一丝意外 这封情报是假的 身为信阳之主的李云锐 自然一眼就认了出来 但这封情报是真的 或者说是信阳已经被人全盘控制 才能用自己的渠道 给自己发来了加急的密报 是什么人呢 李云锐有些惊讶 有些好奇 有些期盼 撕开了压着火器的封皮 眼光淡淡地在上面扫了一眼 然后目光便凝在了信纸上 纸上只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啊 却让他看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他眼中包含着的情绪很复杂 非常复杂 这四个字 似乎映入他有黑清亮的眼眸 一字一字打了出来 变成了眼瞳的缩与张 眼光的浓与淡 他的瞳中先是强烈的震惊 然后是淡淡的失望 紧接着却是无由的愤怒 玄机化作了淡淡的自嘲笑意 最后如石头落入湖中 渐渐化为一片平静 只是虚余间 这位庆国最美 也是最狠的女子 眼瞳里便发生了这么多情绪上的变化 范贤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 注视着她眼瞳中的变化 没有看到那一抹令她恐惧得疯狂之意 心头稍安 但紧接着却咯噔一声 猜到了那封信上 写的是什么内容 即便叶家反水 自己掌控内经 都没有让李云锐如此失态 那么整个天下 只有一个人能够让她变成 如今这副模样 李云锐再次低头 细细地品着信纸上的这四个字 真回来了 信纸上的字迹囚禁无比 正是皇帝陛下的笔迹 然而李云锐一眼便瞧了出来 这是姚太监的代笔 陛下虽然是位十分勤勉的君王 但要统领如此大的国家 处理那般多的奏章 依然会有些精神上的不济 有些不要害的奏章 往往都交给姚太监代笔 久而久之 姚太监 也将陛下的笔迹学得有九成 足以瞒过朝廷内的大臣 和那些御史大夫 然而李云锐对自己的皇帝兄长 下了多少心思 怎么会看不出期间的差别呀 但他并没有怀疑这一句假话 是有人用这个姚太监的笔迹 在伪装陛下依然活着 他没有怀疑这些 因为他清楚 像这样简单而有力的四个字 除了陛下 没有人能够想到会这样说 这四个字的意思很简单 朕回来了 朕还活着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两行眼泪就这样 无来由地从李云锐的双眼里滑落下来 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刺激着他的泪线 让这个在太后面前极为爱哭的女子 在这落寞的太平别院里哭了出来 这大概是庆帝给自己妹妹最后的信息 最后的话语 李云锐在心里悲伤地想着 最后一句话 也不屑于亲自写吗 皇帝陛下肯定想不到 这四个字会让李云锐生出这么多的情绪 他只是以一位帝王的身份 宣告自己的归来 如雄狮一般 告诸四野 自己对于领地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范贤也不明白长公主因何哭泣 这位疯狂的女子 面上没有半分的疯癫之色 只是一味黯然悲伤 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 长公主啊 竟是因为皇帝没有亲笔写这四个字 而愤怒难过 皇帝和范贤无疑都是有智慧的人 可他们依然看不懂女人 对于男子来说 女子这种生物啊 毫无疑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种鼠 来自这个遥远未知空间的陌生人 黎云瑞无力地松开手指 纸张从他的指尖飘落 被初秋之风一幅 落在了太平别院正中的那方小湖上 纸张被湖水一进 瞬即向着水面上沉去 惊鸿一瞥见 范贤看清楚了那四个字 心内一片震惊 虽然在叶家反叛之后 他就想过陛下还活着的可能性 只是此时亲眼看到 亲眼证实 却依然止不住震惊起来 因为他不知道 大东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陛下既然还活着 长公主自然是一败涂地 虽然他先前那般说了 可是范贤清楚 如果能一举消灭天底下 所有的强大的男子 才最满足他的想法 这个消息啊 是范贤一直期盼的好消息 如果陛下死了 他还真的很担心叶家 会不会在这条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范贤难以激动地 握紧了拳头 缓缓地站了起来 注视着李云锐的背影 很担心这个女人 会不会在这个消息的刺激下 下达什么疯狂的指令 李云锐轻轻拍了拍手 小户四周涌入了许多高手 范贤扫了一眼 并不怎么害怕 这些信仰招募的人手 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十分可怕 但根本没有放在他的眼里 他只是担心婉儿和大宝 出乎范贤的意料 也令那些部署震惊的是 李云锐一脸平静 缓缓地开口说道 你们都走吧 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道 隐性埋名 隐姓埋名 安安稳稳地把余生度过 也不要想着报仇之类 很可笑的事情 那些部署们哗然 用不敢置信的眼神 望着长公主 痛声说道 殿下 从范贤踏入太平别院的那一刻起 这些人就知道 京都的谋判 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可是他们对长公主 依然有强大的信心 李云锐只是淡漠地笑了笑 挥了挥手 不再说什么 那些部署们 在小丘上下 小湖四周 对他跪了下来 不肯就此离去 有几人甚至哭了出来 范贤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虽然清楚李云锐 是在失败之后 已经生出了自觉 移天地的这个念头 才会前走部署 但他着实没有料到 这些部署对他 竟是如此的忠心 他与信仰方面的接触极少 也不知道长公主 是如何统御属下 在皇帝的纵容 与陈平平的帮助下 这两年对长公主的战争 他是胜多疏少 对李云锐 未免生出了几分轻视之心 但此时呢 他看到那些痛苦流涕 不肯离去的这些部署 感受着众人 对长公主的忠心 范贤才隐约间 明白了一些什么 比如 为什么这位 这个公主殿下 可以在朝廷里边 有这么多的势力 为什么他可以说服 苦和与思雇剑出手 为什么他可以控制住 太子和二皇子 为什么 等等等等 这只是一种感受 他依然不清楚 长公主的魔力 从何而来 但他知道 这绝对不是 这个绝对美丽 便可以达成的效果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只是很遗憾 但嫌以往不知道 如今看来 也没有什么机会 看到长公主的真实实力了 四周一片哭声 身处湖边的长公主 却是微微皱了皱眉 显得有些厌烦 再次挥了挥手 一位领头官员 看着这一幕 知道大势已去 抹去了眼角的泪痕 跪下磕了一个响头 坚毅转身离去 一个人离开 便有许多人离开 或许这些人 都不是贪生为死之徒 然而李云锐 既然发了命令 而且殿下明显不喜 他们除了离开 再没有什么别的法子 如此 整座太平别院呢 便只剩下了 长公主和范贤这俩人 虽然先前也是如此 但范贤知道 外面有很多人 在监视着自己 此时知道 这些人都离开了 他的心中更敢孤轻 看着长公主 消瘦的肩膀 微感枉然 李云锐缓缓转过身来 两只手极为优雅地 放在腹部 广秀低垂 坠成美丽 而华贵的线条 他的脸上依然是微笑一片 眼神却格外轻窄 不再是那个敌人面前 阴狠的人物 不再是太后面前 经常被打耳光 娇窃哭泣的伪懦弱者 不再是皇帝铁一般手掌下 绝狠愤怒悲伤的那个妹妹 她就是长公主 她就是李云锐 天上地下 独一无二的那位 李云锐微笑 看着自己的女婿 开口说道 知道陛下还活着 你似乎 没有我想象当中开心 范贤微微低头 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 已经死了很多人 我开心不起来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 你和你的母亲还真像 李云锐微微一正后 笑了起来 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 终止了这个话题 转而淡淡地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 秦家为什么要反呀 范贤皱了皱眉头 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更不清楚 在这种时刻 他为什么会忽然提到 已经被定州军 驱出京都的秦家 长公主带着威朝的目光 看了他一眼 转而叹了一口气 看着已经沉到湖底的那方 纸张 太平别院的湖水 极清极浅 白色的纸张在湖水中 渐渐散开 像极了泡开的馒头片 惹得无数红里 前来蒸石 水里一阵翻滚 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说道 其实我们都是鱼 只不过蒸的东西 不大一样 这次我没有蒸到什么 本来以为自己会愤怒 失望 而且我确实愤怒 失望 可最后才发现 原来他活着 我终究是开心的 范贤一正 玄机微哀 想到 按长公主这个先前所言 她的人生目标已经达到了 至于皇帝死或者不死 又如何呢 只是皇帝既然回来了 长公主恐怕再没有活路 然后范贤看见了一幕 令他心惊的画面 李云锐脸色平静 甜淡 缓缓垂下自己的双臂 那双淡色的功夫广秀 自然垂下 散开 就像是一场大戏已然落幕 演员最后一次走出帷幕 向观众表示感谢 最后的演员不仅仅是他自己 还包括一把黑色脆毒的 匕首 这把匕首正深深地插在他的小腹中 深末至饼 范贤心头一颤 整个人横飞过去 将他扑倒在地 伸手点向他的小腹 范贤反应的这个速度足够快 像到影子一般冲过去 当长公主殿下扑倒在地 出指如风 电光火时间用真气强行封住他伤口四周的几处主要经脉 然而 依旧发现淡淡黑气已经缓缓笼罩了他的明眼脸庞 这把黑色匕首插在李云锐的腹中已经有一会儿了 只是被那双广袖遮掩住 范贤没有看到 更令他震惊的是 长公主殿下插刀入腹 虽然还能如此自如地和自己说话 没有流露出一丝痛苦 成功地瞒过了自己的眼睛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毒素早已经随着血液流遍了他的全身 入了心脏 淡淡浮出在他的脸庞 即便是费戒此时出现在京都 也救不回他这条性命 探险低头 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他腹上的那把匕首 看着匕首的屏处 不由心头微寒 因为有些眼熟 但此时却不是管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一手扶住长公主的肩膀 一手按到他柔软的小腹上面 成字北齐的天一道无上心法 就这样毫不吝惜地惯了进去 伴赏后 一直沉默 没有半丝痛苦之似的长公主 终于皱了皱眉头 用真怪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说道 只是想好好品味一下痛楚和死亡的滋味 你何苦来打扰我 他这一生啊 一直高高在上 身为皇族的小公主 备受父母兄长宠爱 谁敢让他痛楚啊 尤其是肉身上 除了太后的四界耳光 和皇帝在雷雨夜里的暴怒 李云锐此生 还真是不知道痛入骨髓 是何等滋味 这话说的着实有些疯癫 然而范贤哪里有闲情与他斗嘴啊 沉默地输入着真气 强行将他体内的毒素 往一处逼着 渐渐地 李云锐脸上的淡黑之色 愈来愈浓 却又往他的太阳穴的方向聚拢 面部其余地方的肌肤呢 重又回复到往常的名言 范贤门哼一声 又长在他柔软的小腹上一拍 李云锐朱唇微张 紧接着他左手 如闪电般探入怀中 取出一粒药丸 塞进他的嘴里 他对这把匕首上的毒很熟悉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自己配的 所以这粒药丸呢 马上发挥了作用 只是李云锐遮掩的时间太长 毒素已经入心 却是逼不出来了 感谢收听